这里是UUS 市场这边现在夏天是没有新款了 过一阵子他们就要上秋装了 现在他们能清的都在清仓 很多实体店的朋友尤其是南方的 这一段时间想尽夏装 但是一级疲乏市场像广州这边 大部分都是没有了 最好就是去你们当地的2P里面去进 2P他们应该是有同货的 夏装现在还是有蛮多的 以及疲乏市场广州这边 现在新货比较多 就是没有这么多瑕疵品的款式还能挑的 就UUS这边 还有就是白马红棉 但是这两个疲乏市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SharoSharo那边现在是有很多清仓款式 但是剩下这些要不就是款式特别不好走 要不就是瑕疵品特别多 你拿货的话挑不了多少 即使是那种不好卖的挑回去 你压着那只能是说浪费时间 还有就是到最后可能会亏本 实在你们想要来广州这边挑 只要是做筷子上的这种 你就在UUS这边挑一点就可以了 这边现在的价格都是特别低 跟那种平时Sharo打包那种价格是差不多的 有些甚至比Sharo打包的价格还要便宜 虽然说现在是夏季末 但是现在还有蛮多款式还是不错的 99到159 这个档口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他家的款式都是非常独特 这种款式一看上去就非常有气场 这个档口的衣服就是属于比较 就是普遍的那种 就是属于那种简单百搭一点 就没有那么超人穿 像他家的衣服还是不错的 挺好卖的 这几个款式非常好看 今年不是很流行那种白色的这种娃娃裙 就跟第二个是一样的 像这种裙子可能看起来不怎么好看 但是他上层效果真的是非常好的 穿这种裙子很简单 穿在身上是很活泼的 还有一个是特别显瘦 就是你肚子或者是腰 有再多的肉都能够遮住 上次过来也是看到很多这种绿色 这次也是 其实像这种颜色是很挑人穿的 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剩下 而且一直这么久都没有卖完 现在也有一些主播来这边直播 一百块钱两件 这条上面有很多这种青春款式 看起来是比较乱 但是有些款式你仔细挑还可以还不错吧 一百五十块钱两件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